问一下亚洲美国人的问题,问一下乌克兰的问题 我们看见美国在奥林匹克有很多人 亚洲美国人很多在奥林匹克都得金牌了 那这一个比赛人员她说 就是说她随时看见一个亚洲人在美国被打的时候 她都害怕,这是她的家长 那我们看见2021年反亚裔的这些仇恨犯罪上升了330%左右 那同时我们看见白宫没有做出太多的行动 那在这个发布会里,你提到美国亚裔是去年的5月份 所以你没有做出什么更多的行动呢 就像你去年录了一个录像 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行动呢 那Chloe Klim,我知道她是谁 因为我是非常关注一下奥林匹克 那Chloe Klim她是21岁 她说了这句话 所以我觉得她说出为自己家人害怕 我觉得是非常有感的 她不只是唯一这样所说的一个亚洲人 那现在她得了两个金牌 所以是非常出色的 所以我想花一些时间来表扬她 不过我可以说总统她有一个团队组成了一个小组 而且她让一个高级官员的人 领导这个团队来回应一下亚洲 美国亚洲人所感觉的这些恐惧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关注的问题 我们看见这方面的怨恨上升 就是因为很多人讨论关于疫情的来源 这是很多美国人有共同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可以重复给你说 总统是完全希望继续来在这方面发言 继续做出更多的行动 那我再次我想感谢一下Chloe Klim 她这么有感的说话 我想再问一下 我想继续问下面的问题 好 问一下乌克兰 那我们看见拜登总统说 我们需要给外交一个机会 走下去 我想问一个时间概念 就是说你们外交出版的时间概念 需要花多长时间呢 就是说如果在这些阶段之内 俄罗斯没有撤军会怎么办 那当然我们希望用外交走下去 你听见了总统今天所说的 美国没有威胁俄罗斯 乌克兰没有威胁俄罗斯 我们现在想做的 就是做出一些讨论来降低局势 阻止战争 对于我们来说 外交都应该一直发生 我们应该一直做出一些行动 降低局势 所以如果俄罗斯不撤军的话 那当然我们再继续会讨论一下 不过俄罗斯不攻击乌克兰 不打击那个国家里的人命 或者是那个国家里的美国人 这个当然是我们欢迎的 好 那总统说过了关于网络攻击的这个问题 那美国也从此做出更多积极的行动 来保护自己的网络安全 那美国人是不是要准备好 做好准备来看见 俄罗斯网络攻击美国呢 那再说一下 我们讨论过了 俄罗斯把更多士兵调动的 乌克兰的边界 把士兵调动到 网络这方面的攻击 还有假信息的宣传 我没有什么全新的警告 要送给大家 不过我们 知道这是一直以来的威胁 过去这几年 这是一直以来的威胁 有一个问题 等一下 我先问你 然后我再问他 我先问他再问你 好那我们看见 总统说过 我们要有双党支持 来跟普京说话 说来威胁普京 不过你们觉得 是不是你们已经同意 在这方面做出行动 这个会是跟他 强壮的一个沟通呢 普京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你们现在 还没有双党同意 怎么样做出制裁 那当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一些非常严重的制裁 我们不需要国会行动 我们就可以施加 我想问如果侵略 出现的话 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样的 一个行动来 弥补一下能源物价 上升的一个问题呢 因为现在我们看见 威胁 侵略的威胁 已经让我们的物价 往上涨了 那当然我们希望帮助 美国人减少他们的费用 不管是油价或者是他们买肉的这个肉价 我们继续来做一些调查 总统继续来观察一下 他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们还没有一个决定 可以告诉你 下一个 拜登总统今天说过了 俄罗斯 派了15万兵马来包围了乌克兰 那这个是比之前的数据更高 最近走报道的数据是 俄罗斯有13万多个士兵 所以总统有没有说俄罗斯增加了自己的部队呢 而且为什么他把这个数据说出来了 那应该过去这12天左右 我们看见俄罗斯 他们更加积极地把士兵送到了乌克兰边界 所以呢 总统当然是小心翼翼地说出了他所说的话 不过他看见了不仅是乌克兰边界 还有在Belarus有更多的俄罗斯士兵 所以呢他只觉得他应该跟大家更新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好说一下这个油的这个税 你们有可能是看看在这方面做出行动 有些意愿的民主党 他们建议就是说 可能在今年呢 我们就不要收汽油的税了 你们有没有在这方面 我们还没有做出更多的决定 好 那乌克兰他们说明天呢 希望有一个团结的这一个节日 那这个看起来就像乌克兰的总统跟乌克兰人说你们不要慌张 所以呢 我想问 你们有没有觉得 斯林斯基总统还有乌克兰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反抗俄罗斯的侵略呢 好 那我没有办法做出太多的一些评论 不过我可以说的就是我们现在 给乌克兰提供的就是很多的信息 就是说在边界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我们看见俄罗斯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准备 而且我们觉得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下面的一个选择 所有的领导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要做 好 那如果乌克兰被打击的话 你们有没有跟欧洲的这些人讨论过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 那当然我们昨天跟欧洲沟通过 看看他们是不是要更多的帮助 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如果没有的话我发布会之后会告诉你 我们刚刚宣布了就是说我们要给俄罗斯一个贷款 给他们贷款差不多借差不多10亿多美金来保护自己 那我们从2014年到2016年给他们借了差不多30亿多美金 那同时我们在过去这一年所给乌克兰的这个帮助呢 是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更多 我们给他6.5亿美金的这个帮助 那我们会跟欧洲这些盟友继续来看看怎么样能增加这些行动 那说一下这个出口进口这方面 我们拿出了30亿美金呢帮助乌克兰 而且同时我们也增加了在乌克兰的投资 我们拿了3亿美金来投资给乌克兰做出了很多不同的行动 我们继续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行动 好下一个人 好下一个人 好问一下中国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见很多人都是批评 美国在俄罗斯乌克兰这方面所说的话 就是说俄罗斯呢在惹 美国在惹俄罗斯 你们所说的话呢是让局势升级 所以呢白宫有什么那个回应 而且你觉得 你觉得俄罗斯还有中国越来越靠近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看见这几个阵兰国家 他们在过去这段时间有很多的会议 见面了好多次 看起来就像我们知道的 中国跟俄罗斯是走得越来越靠近 不过我们也说过了 中国没有足够的这个能力来彌补俄罗斯 的损失如果他们侵略的话 那所以我们说的就是 如果俄罗斯要侵略的话 这个也会让中国有一些损失 让全世界呢改变自己对中国的看法 我们现在想做的是阻止战争 这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送了这么多信息 这是为什么我们跟全球进行沟通 今天不能给大家听听 其实是因为这次来说是 我们现在之前 没有人看 我已经想做了这么多信息